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联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 今天是第八百九十集的播出 节目一开始我们为大家播放的是 有时淋雨 有时喜欢淋雨 这是师尊写的诗哦 在这个写给雨这本书里面 我每一天尝试 充满着淋雨的日子 淋雨一趟 开度一回 有的时候我喜欢淋雨 我不一定喜欢头马 阳光的日子 理由是淋雨是冠军 淋雨不寂寞 淋雨不悲伤 淋雨不落寞 淋雨是爱 我曾看见 神笛之淋雨 神笛之的眼球 分不出湿地湿泪 神笛之在雨中向我下跪 神笛之地湿泪 神笛之灰在雨水中 于是我也定义以为 我要哭唱唱 明白马鱼的心 春天尽 春天尚人齐身 心安闻 明白马鱼的心 春天尚人齐身 心安闻 走路 幸福尹 速射身 跑辑 糊讶 马鱼道 有的时候我喜欢淋雨 传辑 我一定喜欢充满 阳光的日子 理由是淋雨是团雨 淋雨不寂寞 淋雨不悲伤 淋雨不落寞 淋雨是爱 我曾看见 神弟子淋雨 神弟子的眼中 分不出是衣食类 神弟子在雨中向我下回 神弟子会在雨水中 于是我夜里以为 我要不常常 明白鱼马鱼的心存天生 人举身心难闻 冰白马鱼的心存天生 人举身心难闻 咱咕咕咕咕咕咕咲 这首歌就是有时喜欢淋雨 是不是非常的感人 我们再来唱一次 同时邀请所有的同门 做网络的读书会直播分享哦 我每一天尝试充满了淋雨的人 淋雨一趟开我一回 有的时候我喜欢淋雨 我不一定喜欢充满 阳光的日子 理由是淋雨是缓曲 淋雨不寂寞 淋雨不悲伤 淋雨不落 淋雨是爱 我曾看见 淋雨不远 淋雨在雨水中 淋雨在雨水中 淋雨的心存天真 淋雨去生心安穩 淋雨自五天毒 我心存天真 仍举身心安稳 有的时候我喜欢鲤鱼 我不一定喜欢鲤鱼 阳光几日子 理由是鲤鱼是团聚 鲤鱼不寂寞 鲤鱼不悲伤 鲤鱼不落寞 鲤鱼是爱 我曾看见 圣笛子的鱼 圣笛子的河眼中 分不出事与事累 圣笛子在雨中向我下跪 圣笛子跪在雨水中 于是我也离你以为 我要不成当明白吗 雨的心春天真 仍举身心安稳 明白吗 雨的心春天真 仍举身心安稳 人群一生心安稳 红过落连身心的红 红过落连身心的红 哇 这首歌 有时喜欢淋雨 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啊 大家好 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年生活博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 今天是第八百九十集的播出哦 非常的感谢大家上来 大家共聚一堂 今天是星期一的晚上了 哇 这个哪一天啊 十二月二十八号 好 我先set up一下我们的资料了 等一下要报告的资料哦 那我们来先念念看 念一念大家的名字啊 哇 大家都上来了 王国会的功课 还有这个Umi Lai 这个歌很感动哦 Ami Young Jana Wong Diamond Lisa Lin 陈宁珍 以兴亮亮 学英anything 无修节的功课 幸福令 陈宁琳 Umi Lai 王国会 皇羽itt阵 亚珍 anything 幸福令 唯連告 还有小莲花的蔡震荣立东代 再来是洛亚波乌克林 何祥臣张妙柔秀威力 NGLEK Katy Branagh 林秀英 张朝仁 Henry Char NOO Henry Char 何祥臣 Dimerick 范怡渊 丹丹丁 叶慧亭 黄传义 洪春义 张宿周 甘峰利 还有陈宁臣 他一次念过了 今天跟大家讲 是不是大家常常有一个困扰 吃完了午餐 常常昏昏欲睡 网路上会告诉你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不对 因为你吃完午餐 你血糖升高了 然后呢 什么学艺流到这个 从大脑流到胃 胃要运作 所以呢 你会昏昏欲睡是正常的 可是你想不想 这个改变这个现 改变这个现 想 对不对 尤其是 你笑要上班 有的笑要上课 那你这样很想睡 那你 你这个是不是会觉得很困扰呢 所以呢 今天新闻要跟大家报告一个 蛮实用的 就是说你吃完饭 吃完午餐 怎么样可以比较不想睡觉呢 他讲要吃饭的时候呢 稍微要把你的碳水化合物的 淀粉类的 还有那个肉 还有种咸的 这个食物呢 把它往后 那我告诉你哦 吃完午餐 比较不容易睡的 就是你在吃午餐的时候 第一个 先喝汤 再来吃大量的青菜 吃到一半跑的时候 你再来吃肉 那那个 那个菜不要太咸 肉跟 那个 那个肉可以吃 但是那个菜哦 就是不要太咸 不然都会昏昏欲睡 再来最后才吃 淀粉类的 碳水化合物 这几个你吃了之后呢 你就比较不容易想睡觉了 因为呢 你的第一口饭 第一口你吃的食物 决定你的血糖 是不是升高 所以呢 那个肉类的 其实也会动荡 最厉害的就是 碳水化合物 比如说 那个先吃饭 有人习惯就先吃饭 血糖 会动荡 你身体里面的血糖 哇 一下会升很高 升很高 它就会比较容易缩影 那蛋白质 肉类的 对不对 它有一种 这个叫做胺基酸 就是色胺酸 它进到你的大脑 把它转化你的血清素 跟胃肺激素 引发餐后 想要睡觉的 那所以呢 这个食物中的色胺酸食物 包括牛羊 猪 鲁鱼 鲑鱼 黄豆 芝麻 香蕉 吃完了之后 你都容易昏昏欲睡 所以建议你呢 先吃这个蔬菜 跟喝它 那人体受到胰岛素 跟那个高盐的饮食刺激 细胞膜上的钠甲 通过的这个 通道过 活力产生低血甲 也容易 这个嗜睡 无力感 所以呢 他就是建议 选择高鲜蔬菜 低盐 那低升糖 就是比较低 升糖指数的 这个食材 对不对 像我今天中午吃什么 中午吃青椒 吃洋葱 哇 一青椒洋葱 吃很多 我煮了一锅鱼汤 然后里面丢了青椒 那个 还有一些蔬菜 又丢紫菜 又丢海苔 先把那些菜都吃了 然后呢 喝汤 然后呢 最后才吃这个鱼肉 因为我煮了一个鱼下巴的鱼肉 最后才吃鱼肉 那个整个中午 这个下午 完全不想睡觉 以前那个 那个吃完午餐 想睡觉 这个是我的一个困扰 尤其是 如果 那个当事者团的时候 哇 想要睡觉 师母都不睡 只有你在那边 打瞌睡 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很麻烦 所以食物的习惯 还是可以帮助你调整 他讲 他讲先缓 缓慢的吃些流食的食物 然后先喝汤 不让血糖瞬间的上升 会瞬间成大 那会刺激这个副交感神经 我们人有交感神经 和副交感神经 交通的交感觉得 副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是怎样 你比较旺盛的 就是你想睡觉 下班的放松了 对不对 不交感神经 他的震荡 让你哇 整个放松 可是你要上班啊 工作 你那个交感神经 就要很旺盛 上班的时候 你不交感神经 一直放松 就昏昏一睡 对不对 还有你吃东西 要这个细脚慢咽 不要暴饮暴食 然后呢 这个避免午餐想睡觉 那这个吃的淀粉类 其实越小越好 或者呢 你吃了这些大量的餐 这些餐之后 你最后才吃淀粉类 比如说饭类的面包的 因为你要有热量 对不对 然后呢 肉类避免太油腻 那这个 如果要吃这个 蔬菜水果 尽量以蔬菜为主 水果的话 它糖分比较高 很多人他说 哇吃水果很健康 我告诉你 吃完水果 你就接下来就很饿了 所以水果呢 吃少量 适量就可以了 有人午餐之后 会喝个咖啡 你要看看你这个咖啡 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的咖啡 是会让你提神太厉害 有时候到晚上 会睡不着 所以呢 这个就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整个下午都昏昏欲睡 甚至不舒服的感觉 可能是健康的警讯的 比如说你是血糖代血的问题 或者糖尿的问题 那呼吸中止症 还有甲状腺等过低的 那还有这个肥胖 肝功能异常 高血糖 都会让人家持续的疲倦感 你中午吃了 特别的疲倦 整个都疲倦 你就要去做医生的这个 要去找医生做检查了 检查你的血糖怎么样 你的肝糖怎么样 你的肝脏 你的内脏 检查有没有三高 再下来跟大家 哇 这个是谁先喝汤 甘丰利 甘丰利 那个比较养生的 先喝汤 或者饮料来润喉咙 那你们喝汤的时候呢 我通常会准备另外一个碗 因为那个锅子 铁锅 煮这个汤很烫 所以我会倒在碗里 把它凉了再喝 比较不会伤到你的咽喉 好 余正宏 还有这个大叔叔的功课 Amya Pottono 林一臻 三地带 上来了 Shar Jackie Ery你好 Chef Chevy Jew 陈寅珍 有没有来的功课 乖 宏 罗亚 林立荣 江华二里的世界 俊雄 那后一问 哇 好久不见了哦 Munsi Samuel Lee 陈乔峰 如果你是那种肥胖体质的 你吃了特别想睡想睡的 建议你吃午餐 喝汤 先吃蔬菜 把它饱了一半 再吃肉 最后再吃淀粉跟水果 你就中午吃饭 比较不想睡哦 你可以试试看 应该这个感应很快的 嘿嘿嘿嘿 好 还有谁 这个谁 李长林 哇 好久不见了哦 就Enlo 好 那么呢 再来就是跟大家报告 简单报告一下 师尊最新的开示哦 师尊讲 第一次 请问师尊 这个地藏王菩萨的七星令旗 对不对 生活中的操作法会 那谈诚会放 这个祖坛上师的法座 或者谈诚会放地藏菩萨 七星令旗 七星令旗的作用 代表什么哦 哇 北斗七星 还有地藏王菩萨 代表超度用的 那七星令旗 可不可以这个 这个在家供奉 师尊讲 不要被他咬 他是招魂的 做法会的时候用的哦 要招幽民众 然后来做这个超度 给他们过一 给他们加持放光 给他们施食 给他们超度用的 你在家里 供奉七星令旗 是可以 但是等于说 你是供奉 地藏王菩萨 北斗七星 不要给他拿来咬 那第三要讲 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问题哦 人在临终的时候 地水火风四大分解 那你这个四大分解 如果安乐死了 这个如果想要 因为临终的时候 有的生病很痛苦 对不对 地水火风四大分解很痛苦 那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 不要让他们那么苦的话 可不可以给他安乐死 就不会觉得四大分解痛苦 结果师尊怎么回答 就算安乐死 仍然地水火风 四大分散的痛苦 还是有的 当灵魂离开到身体呢 才不会有四大分散的苦 所以呢 师尊讲 叫大家赶快念高王金 因为高王金 能灭生死苦 就是这样子 那么呢 再来就是你要修 气脉明点 所以呢 我们之前介绍九诀佛风 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你修九诀佛风 对不对 你两个气 然后呢 顺道这个丹田 那种中脉 对不对 哇 在把它冲 其实在开发你的中脉 保平气 对不对 善气的时候也是冲 一直在开发你的顶穴 将来呢 我们不是有修入我我入吗 念秀经瑜伽 入我我入的时候 你的佛性原点 沿着这个中脉上去 啪 冲上去 冲到大白莲花童子的心中 对不对 融入在大白光明的直接 不用受地水火风 四大之苦 记得元神赶快逃逸 对不对 赶快出来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 第一次 光明千世法 是否只有上师才可以的 一般弟子可不可以做 师尊讲 只要本尊相应的都可以哦 七日成佛法 是不是可以摇滚的 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阿厨观的 那死的时候 如果没有破瓦 死的时候如何冲顶 对不对 师尊讲 平时学保平气 就是 要冲顶 你散气的时候 就把这个气把它冲到底 如果你修保平气 你那个 不要受到高血压 还是要有 九觉佛风的基础 那 师尊讲 你这个 炼了气 冲了顶 那一个月就开一次 如果你 你破瓦 已经破瓦了 一个月你就开一次 所以呢 九觉佛风 很重要 其实九觉佛风 你在那个气在上来到顶的时候 那个头顶的头顶 顶羊骨好像快被掀开一样哦 其实他的光跟加持力是非常的强烈 为什么要练九觉佛风 为什么要练九觉佛风 你们观想不清楚 念咒 你们拼命的计算那个念咒的数字哦 其实九觉佛风正是帮助你观想 你练了九觉 练了一这个一个循环 一个九字 两个九字 三个九字哦 接下来你的观想是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因为你的气脉通了 你为什么观想不清楚 就是气脉主宰 你没办法一念 你就杂念 你气脉通的时候你会变成一念 然后你会观想非常的清楚哦 然后整身充满的活力 只是晚上的时候哦 你练气稍微收练一下 把这个你的你的头顶哦 身体的脉放松就好 松解就好 不要太亮哦 整个亮到半夜 亮到天亮还在亮 你就变成失眠了 好那跟大家看看上一集的哦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讲大家之前的留言 但是呢跟大家讲哦 那个金头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密宗行者念咒做习哉法 送咒的秘密是什么 今天呢要讲手印 手印的口诀 还有持咒的口诀 持咒呢在念习哉咒 他怎么念 愤怒的咒 那个降服的咒 敬爱咒 财神咒 其实应该怎么念 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今天的金头脑题目是问大家 你持咒的时候 你念习哉的咒 应该怎么念 只要回答 会回答就可以了 好 先讲手印 煙花童子的手印 对不对 那这个 哇 像金刚一样 对不对 你在截手印 你就是变形金刚了 你就是跟他的祖尊是合一的 所以表里合一 好 我们来看看师尊怎么讲哦 在手印的印 印里面 对不对 这个呢 从小到大 对不对 他叫地水火风风 对不对 如果呢 你看那个书啊 讲空印 就是指母子 地的印 就是指为子 地水火风风 由小到大 印气呢 就是手印 又叫做印气 契约的气 又叫做印象 法相的像 印气 印象 有时候叫气印 那手印呢 这个气啊 手印又称为印气 契约的气 就是呢 你不是假的 你是合一的 对不对 你盖印章 啪一盖 台湾的人 台湾的就是这样 你去银行 拿钱 提款 你需要有 你自己当初 在跟银行 申请的这个印章 对不对 这个印章 代表你这个人 印下去 就是代表你这个人 可以拿钱了 对不对 可以开始银行 可以运作了 对不对 所以印气呢 是个契约 这合一的是不改变的 那印气 结印呢 代表本尊的手印哦 象征本尊 结金刚萨约的手印 象征 你就是金刚萨约 象征新作的手印 代表你就是莲花童子的 连续的手印 对不对 转法轮印 对不对 哇 那师尊每次的手印 对不对 哇 这个转提佛母走印 然后他会转法轮 莲花童子 再转法轮 慧继金刚 再转法轮 对不对 连续的手印 就是在用法的意思了 在用法的作用了 那每一尊 有不同的手印 那 每一尊佛不上 比如说如来 哇 七佛如来 五方佛 每一尊 看起来都差不多 对不对 如果像西雅图 每一尊都黄金色的 都金色的 你都不知道谁是谁 对不对 哇 比如车纳佛 对不对 阿弥陀佛 对不对 那那个有 有这个 法界定义都有 对不对 你看每一尊佛 他结的手印 就是象征他的意思了 他里面有他的精神意义在了 所以手印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能够分辨 第二个就是七约 你要跟这个主尊是表里合一的 而真佛中的莲花童子印 代表根本传承的渊源 代表传承力哦 大日如来 佛眼伯目 莲花童子 莲身伯伯 所以师尊讲 你要学习真佛秘法 你一定要知道 手印印气的道理哦 凡是真佛中的金刚上师 都由师尊 清传的秘密 印气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上师演化手印 这个手印都是怎么样 师尊传给上师的 所以上师在主持 习摘超度法 那个法会 对不对 手印都是我们师尊传的 印气的口诀 就是表里合一 就是你的 你不是在演 不在细 在演一演 是你自己 都是化为这个主尊 对不对 金刚萨头 你在比这个手印那里 哦 别着萨头三妈呀 你自己就是金刚萨头 你一边念 你自己就要跟金刚萨头 合一了 表里合一了 你念上师心咒 你要发挥最强的力量 就是你在念每个咒 你就是跟师尊合一的 跟莲花童子合一的 跟祖尊合一的 哇 你念大力金刚 我告诉你 你就是变成大力金刚 念慧极金刚 对不对 哦 记录 对那 哦 认识 之前要念十 十个他的名号 对不对 你就是变成 慧极金刚 所以呢 又念 你就是要变神 这样子明白吗 表里合一 哇 今天大家听到这个 是不是又赚到了 你在那边念这 其实呢 那你说上师我 我那个 按这个 用按的 我没有解手意 对不对 你用按的 一样是合一 祖尊在按 对不对 像我这个是念 往生奏的 哇 那么阿弥陀佛月多 他叫的月多 他 阿弥陀佛比 阿弥陀西丹佛比 阿弥陀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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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边念 出的声音 就是阿弥陀佛 念的人 就是阿弥陀佛 手印也是阿弥陀佛 一样是 三密合一的 硬气的口诀 表里合一 手印就是代表 他具体的表征 身体是具体的表征 手印跟身体的配合 就是这个外相 那么通达本心 对不对 除了你观想 这一个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像我刚念 阿弥陀佛 往生咒 你还要注意 他的菩提心 阿弥陀佛 是四十八大院 你念上师心咒 你要通达师尊的心 本身碎骨度众生 那你念金刚萨多 百字明咒 对不对 他的百字明咒 是不缺圆满 然后呢 他是慈悲其身 八大菩提心 对不对 哇 你还要了解 他的菩提心 那你在念咒 那你在念咒 在念咒的时候 你越进入他的心里面 你他的加持 会触动 对不对 你不会 你念这个咒 你都没有感动 你都不感动 这个本身 也会不大感动 你在念什么 然后你又杂念 哇杂念一大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通达本心 菩提心 金刚心 圆满心 慈悲心 奇舍心 你看 慈悲 惜 则 他都发的愿 对不对 哇 你要念那个地藏菩萨 灭定月真言 你要想 你要想什么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所以这个咒呢 灭定月真言 不只是灭自己的定月 它要灭所有众生的定月 能够大家一起成佛 哇 这个地藏菩萨就说 你这个是 我们是八记得 对不对 因为你的心 跟他的心 心心相依 对不对 表里合一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里面的内向 还有外向 解手印 跟大家观想 合一是外向 你通达他里面的内心 菩提心 慈悲稀舍的心 金刚心 圆满的心 佛的心 就是他的内向 内外表里合一哦 所以呢 师尊讲手印 能够通达本心 变成表里合一 那就是 不是简单的事情 如果手印跟本心 能够结合 那所 师的法 如同 佛菩萨 本尊的法力一样 可以说是 十方通达 如印 诸尊的 所以你能够念手印 能够接手印 念咒 对不对 你外面显现的 跟你里面通达的 能够合一的时候 就是产生 法力 回向的时候了 这个就是通达本心 那变化成本尊 那变化成本尊 这是一种神秘的 成生观 成为的成 身体的成 成生观 需要精神统一的 观想跟变化 手印的具体呢 在配合观想 像我合一的境界 正是印气的大口诀 表力合一 好 那是不是大家听得很棒啊 谢谢师生告诉我们口诀 下一段要跟大家介绍什么 解释真佛法生法 那你手印 对不对 我们每次修法 念咒经瑜伽 先接手印 先观想 对不对 那么念咒 接下来就是要准备 念咒了 念咒的口诀是什么 光明 风 迈 哇 念咒 咒音是一个频率 哇 这个是谁的 今天的花还很美 对啊 这个下面有很多花 这个是 演书的 效果 对不对 贵民众 赖玉金 祭珍 马杰林 还有徐应谋 陈金顺 黄湘林 金花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这个 美朗德斯的功课 明光令 陈明达 那 北修妞 那美朗德斯 陈彦 日本的陈彦 谭茉莉 还有 朱恩 陈彦 咪咪 美朗德斯 Kerry 南斯 Erik 王国会的功课 联花旋风的功课 那 这个是 哇 斯平达 叶尤俊 哇 这个 他肚书好多爱心 好 再来就持咒的口诀 你念的咒到底有没有效果 对不对 持咒的口诀 关系到念咒了 那咒语呢 就是达达尼 英文大概叫Mintra 对不对 Heart Mintra 心咒 然后呢 这个泛语叫做达达尼 佛罗尼 是密宗的真言秘密 心咒跟名号 两个 有什么不同呢 你念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谢 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两个是功德一样 只是说你念 阿弥陀佛 是念他的相 念 奥阿弥陀佛谢 是念他的心 对不对 还有四十八大愿 还有他的菩提心 那念咒呢 本身 他是一种频率 我觉得念佛号 也是一种频率 他震动你的气脉 其实呢 你外面的运动 你还不一定震动 你里面的中脉 左脉 右脉 你念咒 本身有风火的作用 就是你的呼吸 还有你的内火 你的灵热 你的灵热 念咒 因为他是如来的菩提心 如来的心 祖尊的心 因为他的心的加持的力量 你念到专一的时候 他加持的力量 会震动 你身体的 风跟火 的元素 产生一种运转的力量 然后 他就震动你的气脉 产生了频率的波动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持咒的口诀 光明 风 脉 那密教呢 有身口意 对不对 身呢 是手意 口是念咒 意是观想 对不对 咒语 可以给人家 让人家 很快达到 佛地 佛的这个境界 是非常的 唯妙 咒语呢 是三大秘密之一 当中的秘密法 就是 种词 非常神圣的 那也可以让你的口语 也清静 就算你心中默念 我比较喜欢默念 默念的时候呢 同时观想 我也喜欢一边默念 一边观想 一边练气 因为我已经观很习惯 我观一二十年 我已经观很习惯 所以观很习惯 有时候跟人家讲话 我还在念咒 还在观想 就算你在跟我讲话 因为我已经习惯 所以呢 命好不如习惯好 你把它用成习惯了 让你常常记得 你口语的清静 那一般的真言咒语 有没有翻译 师尊在这边讲 是翻 比较不翻译 它的意义 因为文字的意义 都已经失去了 文字的意义 都已经失去了 咒语的频率了 文字的意义呢 只是跟你讲 一个大概的意思 第一面呢 还有更深更深的就是了 有人说宇宙意识 是阴波频率 宇宙意识 那么又说真言 也是阴波频率 那记得之前呢 有科学家 他呢 对一杯水念大杯 就把它念完之后呢 就发现水的结晶 产生了不同的力量 产生了不同的图案 对不对 那个就是阴波 那个就是频率 而且甚至可以习灾 可以治病了 这样子的频率相等 就引起了共鸣的作用 我们念咒的人 然后呢 我们在念这个主尊 两个频率能够达到一致 都对 就会产生共鸣效应 共鸣 产生了共鸣哦 所以呢 会这个这样子的解释 就比较让人容易明白 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讲 你在念习灾咒怎么念 对不对 那在念敬爱咒 在念财神咒 真意的咒 在念祥福咒 你要怎么念 那就是今天金头脑的题目 习灾的 那你在念这个习灾 你想要这个习灾给你习灾 观想白色的习灾 穿白色的 对不对 高王观世音 利波利波帝 救个救个帝 不如你帝 你分哪帝 拼你你帝 没好减帝 你人肩帝 拼啊 也是习灾的 咒子继母 白色的光 我这样子念 你们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不慢不急 而且有慈悲心的相依 原来习灾 习灾难 有人愿意受到病苦的折磨吗 有人愿意受到烦恼的煎熬吗 对不对 你想到众生的苦 希望把这个灾难去除 是不是生起了慈悲心 对不对 孩子被人家欺负了 哭了找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很慈悲 给他鼓励 安慰他 对不对 那种慈 父母的慈祥 对不对 你在念这个慈悲咒的时候 就是用念咒呢 第一个 不缓不急 不要 不要这个 很急 不要太慢 也不要太快 而且呢 要慈悲心相应 与慈心相应 亲和调语 这个就是第一个 这样子明白吗 第二个呢 做争议法 哇呀 发财了 对不对 哦 哦 咱把啦 叉人叉喇啦 耶稣 哈 哦 咱把啦 叉人叉喇啦 耶稣 哈 皇财神 哦 哦 咱那 伯地 耶稣 哈 哦 咱那 伯地 耶稣 哈 哦 咱把啦 降肚 舌 哈 啊 咱把啦 降肚 哈 哇 财神 发财了 念咒呢像什么 你在属念珠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争议的 念咒就像属金刚珠一样 要跟喜悦的心相 语 这样子明白了吗 对不对 哇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礼拜六的念咒就像余节 我要安排一尊财神咒 应该是 应该这个礼拜天 应该是杨历的1月2号了 对不对 杨历的新年了 哇可以念财神了 对不对 哇你要念这个咒 对不对 哇叫喜悦 喜悦欢喜的 颂咒如属金刚珠 要跟喜悦的心要相依 那要了别竭力 这是真意咒 第三个是敬爱咒 哦 哦 哦 来过一事真吧 来过一事真吧 就是希望能够大家有共同的那种善的 行善的 对不对 当然你要人缘也可以 有期望的心 宋咒要比较紧接 暗染冥王心就期望的心 哇那个剑 发出红色的光 射向所有的众生 度所有的众生 对不对 期望的心 念咒要紧接 这个紧张的紧 这个捷运的捷 那么呢 紧接 捷律 旋律 第四个是降服的 降服就很凶 对不对 我觉得降服也是降服最的谈诚诗 叫你不要执着就偏偏执着 叫你不要烦恼就通通 就常常烦恼 对不对 叫你什么都要钻牛角尖 就不要钻牛角尖 对不对 你要念 比较凶一点 对不对 大威德金刚 不过三晶半夜不要吵到隔壁的邻居跟隔壁的小狗 小狗 被你吵死了 对不对 念咒你可以默念 但是有这种心里面 想说是有这种走运 对不对 愤怒尊的 他要念比较愤怒的 念咒要愤怒 要跟愤怒心相应 愤怒 称息 但是呢 你不是在愤怒别人 哇 谁欺负你 谁对不起你 你要把他干掉 不是 我觉得念愤怒尊 最主要是调伏自己的烦恼 调伏自己的我慢 我执 单诚之 应该有调伏自己的那种愤怒 让自己的那种习气 把它驱逐了 对不对 哇 这个愤怒尊 做祥福法 就是有这种的 所以念咒呢 也有音声念诵的 发出声音的 也有金刚念诵的 就是嘴巴闭起来 但是舌头在微微动的 这是金刚念诵 还有三摩地念 我是比较喜欢三摩地念诵 就嘴巴闭起来 心里默念的 那么呢 师尊呢 讲说念咒呢 用咒语通达你的菩提心 那你在念这个咒 念每一尊咒 你有没有发愿 有没有慈悲 你有没有想每一尊的慈悲 洗手 每一尊的誓愿 念咒要通达菩提心 然后要坚强菩提心 对不对 要经济 要发愿自主生死 民心建训 自主生死 将来呢 不要每次都靠别人超度 自己能够将来 气走中脉 然后通顶穴把它出 这个出去 有这个志愿 对不对 你除了发愿去麻酸年池 最后你的气脉 也要上去的 你的元神 也要上去的 以防万一 万一你往生的时候 没有人帮你祝念 你要靠你自己的力量了 坚强你的菩提心 也回向所有的众生 一起能够成就自主生死 再来就是成就金刚自信 把性穷尽光明 跟如来的佛性合一了 那最后是佛身圆满 那在修炼 在修炼的当中 也会有一些 一些像 对不对 比如说会有幻 阳燕 自尊最近有想 阳燕 对不对 太阳的那个燕火 阳燕 有梦 有影 有这个 雾气 对不对 还有这个 想水月浮泡 虚昏花 玄火轮 这些我们都看到 不想看 完全不用理会 那个是你身体杂气 身体的杂气 一直在 在释放 所以呢 那些东西 对你的修法 没有干扰 你不用去理会 不用去执着 也不用去想说 哇 你在念咒的时候 会有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你念咒的时候 会期望有什么感应 不用去想这些了 师尊讲 以持咒的大口诀 就是光明风脉 它可以让你的气脉震动 最后发光 那秘密语 仍然是气脉点 合合为期 根本的第一 要欲 要义 这个咒语 可以频率 可以震动自己的气 跟宇宙的气 两个互相的 频率本来不大一样 因为你的观想 你的发菩提心 你的那个念力 跟它越来越一样 频率就越来越一致了 最后从左右脉 引入到中脉 由去来通三脉七轮 念咒 它可以震动 然后左右脉 然后通到中脉 所以呢 我自己的一个习惯 我喜欢念咒 或者念记 然后一边念九绝活风 我是 因为我已经观想 这个十年二十年 我已经念咒 观想 已经很习惯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 也是很快的 所以咒语可以让 脉结一的疏通 产生疏解的光明 咒语可以震动你的气 可以引气通脉 可以用脉 来节点 所以每个脉结一的疏解 脉伴的风火 自成清净光明 完完全全的自然明照 光明照耀 光明明照 行者的身中 都是清净的智慧 身体光明 岔土 完全大成一片 光照到什么地方 哪个地方 就是净苦了 这个光明可照到 千佛的世界了 一一毛孔 放大光明 出入法性 无分别的三摩地 所以念咒 本身可以一边 那个可以进入三摩地 我在很早很早以前 我是一边念咒 一边入三摩地 那持咒的要诀 就是在生起次第 咒就是一种秘密 真言的力量 所以念咒呢 你不要以为只是念而已 其实有宇宙的频率 本尊的频率 还有真言的力量在里面 师尊的念咒 跟湖水的音波 音量相应 可以融入湖水 师尊念咒呢 跟这个地球的转动之音相应 可以进入什么 哇 可以融入宇宙哦 那跟雷的声音相应 可以飞腾万里 如闪电哦 师尊的念咒 可以跟自身的血液相融合 就是极身成佛了 哇 这个都是师尊的境界 我只能用念文章的 让你们知道 念咒到底有多大的 伟大的力量 持咒的大口诀 就是光明功脉 完全在音波的频率 的相应激荡 气火的生气 通了朱脉 卖卖光明 这个就是有它的效应哦 真言有五种 如来的真言 菩萨金刚真言 二称 身闻原觉的真言 朱天的真言 地居天的真言 要念哪一种真言 才容易相应 看行者你本身的本事 跟本尊 那都要跟真正的 金刚上师学习 取得传承 持咒的大口诀 就是光明功脉 就是很棒啊 好 节目中间 我们一起来 请佛注释 感恩师尊 给我们这么大的 口诀要诀哦 我们来念 上师心咒 持咒 好 持咒结印 欢喜啊 on 啊 onda 呀 是的 哦 Zither Harp 红果楼莲山西地红 红果楼莲山西地红 感恩伟大的哥们传上师师尊 师尊感谢你告诉我们 持咒的口诀光明功脉 观想的口诀表里合一 持节首应的口诀表里合一 因为我们要跟您的频率相合 跟我们修法的祖尊的频率相合 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口诀 感恩师尊 您亲自的实证实验 您的这个口诀非常的珍贵 千金难买 千金难逢 感谢您 愿您长驻时间 长转法轮 波提安康 不住涅槃 一切红法的事业顺利 吉祥圆满 感恩师尊 感恩求尊 也感谢大家 接下来活活之歌 要跟他介绍的是 光明的心跟超越烦恼 后半部分 那师尊之前 跟大家报告到说 师尊呢 坐飞机 他都把他的身心 交给了他的本尊 阿弥陀佛 幻想阿弥陀佛注定 然后呢 将来就是说 万一如果 遇到了意外的时候 这个元神一冲顶 跟阿弥陀佛合一 就直接到净土了 这个是师尊讲的 那西方极乐世界呢 有什么好处呢 他就是一切是七宝而成的 里面呢 是这个最尊贵的 非常的祥和 有香的气息 没有人有恶的念头哦 所有的音乐都是天然的 从你自己的心 流片到所有人的心 所有的快乐的事情 都在心里面 非常的舒畅 一直很舒服 所以呢 你看师尊的开示啊 他讲那个 已经往生的 理性诸上师 他讲说 哇 往生了 太棒了 离开这个肉体 实在太棒了 当然不是自杀的哦 他是 这个师尊讲 他活着的时候 身体劳苦 对不对 生老病死劳苦 结果离开了这个肉体 哇 太棒了 太清净了 对不对 他变成年花童子 到马哈双年池了 非常的清净 非常的法喜 非常的关系哦 那极乐世界是很快乐的 很唯妙的 那么呢 你说到极乐世界才快乐 那活着不是很痛苦吗 师尊讲 当你超越了烦恼 战胜了所有的烦恼 你也就是在极乐了 所以呢 有人讲烦恼是菩提 烦恼是菩提 但是他有没有超越烦恼 如果你有一天跟人家讲 哇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烦恼 你烦恼就是菩提 那表示你已经正得 你超越烦恼了哦 你讲这句话的意思哦 所以呢 你应该跟他讲 跟那个忧伤的人讲 那个师尊说的 你要讲这句话 是师尊讲的 我们一起来超越 一起来跟师尊学习 什么叫做烦恼 也是菩提 因为我还在学习之中 我们不要拿一句话 这个一句话 没有头没有尾 就去劝人家 人家还以为你已经正得了 这个境界 其实这个意外灾难 还没降临哦 你的病 病月如果来的话 你还能够烦恼是菩提吗 你生病了 你能够烦恼是菩提吗 你如何超越 对不对 你能像年灯上师一样吗 生病了 身体擦了很多管 还在这个 还可以安然的静坐 还能够入山摩地吗 那个才叫做烦恼是菩提 你生了病之后 爱爱叫 娃娃叫 心情不好 忧郁症 自己没有办法超越 你如何教人家 是烦恼是菩提呢 所以不要拿一句佛法的话 就来劝人家 你只能讲 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师尊讲的 那我们去学习好不好 我自己也要学习 要这样子比较中肯 所以佛法不是拿来 用一个话就来 就来去讲 这个我觉得当中 还是要有自己 实证的过程 你要去超越 对不对 那师尊讲 超越了烦恼以后 烦恼就是无所谓的 这个时候才叫 烦恼是菩提 大家说 对不对呀 对呢 释迦牟尼佛也有烦恼 怎么样 当年孙佛丽 一天到晚节 哇 我跟佛陀有一腿 这个是我加上去的 他说 释迦牟尼佛跟你有关系 我告诉你 你一个清清清白白的修行人 他被人家讲 你跟他有关系 被人家讲 你跟他半戒 你会不会很烦恼啊 释迦牟尼佛 他一点都不烦恼 对不对 师尊呢 也是被网路 网路诽谤 他也说 他不烦恼 因为连我都没有 你看他们都正在这样 我们跟他们差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远 所以以后呢 你要记住 你不要去讲人家 不要去讲 这个 说哇 你就无我吧 你就无相吧 你就放下吧 我告诉你 你劝人家放下 你只要先放下 不压你一下 骂你一下 你能不能放下吗 生病了 能够放下吗 没有钱 你能够放下吗 你完全没有办法 正得无我无相的境界的时候 不要劝人家这样子的事情 对不对 当然你是好意的 可是会加重一些人的压力 人家也会怀疑 人家也会怀疑 那你真的放下吗 让我来骂你 我来考验你看看 所以呢 你要去讲师尊的开示 对不对 师尊是这样子讲的 对不对 师尊讲 我们 我也在学习之中 要跟人家讲 我也是在学习之中 那我们师尊是这样子 劝人家 我们一起来学习 然后呢 再讲连登上师的例子 讲师尊文集的故事 给他听 这样子比较说服力 那么呢 也是在鼓励 让你自己认清 原来要劝别人放下 没有那么容易的 那你要劝人家 表示你自己 有正道这种境界 你再去劝人家 才会有说服力 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呢 他就是读了一点佛法 到处劝人家 你这个犯戒 你这个不对 你这个烦恼要放下 你这个要无我 可是每一样 自己都做不到 多多 那就是很好谢啊 所以呢 哇 师尊讲啊 这个呢 就是 你要经历过五场 你真的是要大大的 经历过五场 经历过病苦 有一个人呢 他说他经历到病苦了 差一点就死掉了 他明白了 他明白吗 就算他经历了 后来他好了伤疤 忘了痛 他遇到事情 还是一样执着 所以呢 这种我 我向的 我持着 的这个心 要经历过一次 两次 要很多次的考验 对不对 要被人家笑 要忍辱 一点忍辱的心 都不想忍 对不对 可以用师尊的经句 你要讲说是师尊的经句 对不对 不要去讲说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事没有说服力的 这是我看到过大家的习惯 对不对 舒淇 小家瑜 各位 那阿肯也上来了 很快 张瑞文 还有谁 权亚帝 谢谢你哦 宫燕 皇城 Henry Chuck 那 上来就是讲说 当师尊讲 当你的大乐境界 已经升起来 当你修大乐 你要有九绝伏风 要有这个保瓶器 要内火 来打开你的西脉哦 当你大乐的境界产生了 你就会超越烦恼 所以呢 你叫人家不要烦恼 表示你已经正得大乐境界了吗 我告诉你哦 当他烦恼的时候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 站在他的心说 哇 那你遇到这个事情 我能够理会 我能够领受你的 受的那种委屈跟烦恼 那我们一起来面对 我们一起来学习 其实你是很好的 你的信也很善良 要鼓励人家啊 不是这样叫不要烦恼 不要这个我职 你这个是加重人家伤害的 你有时候要站在人家的 那种同理心 对不对 站在人家的伤痛 去安慰人家 这个才叫悲伤舞蹈 所以我们去白誓诵经啊 那个王者的家属啊 人都是无偿的 你去讲无偿 你可以跟自己讲无偿 你去跟人家商家 白誓诵经的商家 讲无偿 他会瞪你一下 他说如果有一天 你的丈夫 你的太太无偿了 你的儿子无偿了 你能够放下吗 对不对 劝人家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要悲伤辅导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好 所以你的大乐境界超越了烦恼 一切的烦恼就变成了无所谓 这个时候才能超射 超越你的烦恼 你永远没有被烦恼所罢 所以呢 你要超越烦恼 你要练气 开始了 秀绝佛风 好平气 内火明点 可以让你大乐境界 大乐境界 你才能够真正的超越烦恼 不然你不要叫人家说放下烦恼 你只能叫自己放下烦恼吧 所以你修灼火 记得要一心 如果没有一心 一颗心 你也没办法修灼火 满脑子很杂乱 谁又欺负我 谁又讨厌我 谁又毁谤我 总之你的妄念不断 如何一心 一心是心平气和心定神贤 你这个满脑子杂火 那你要修内火 修什么火 欲火焚身 满脑子的钱 你修了内火 你还会想满脑子的钱吗 你修了内火 还会享受满脑子的名位吗 这个都是妄念的火 这个就是修炼气的 然后师兄还讲说 像你到这个 往生到阿弥陀佛 对不对 的境界 净土 阿弥陀佛提出了 哪两个条件呢 第一个 要福德因缘 第二个 要一心不乱 所以一心不乱呢 心平气和去掉所有的烦恼 超越烦恼 只有把烦恼看成没有烦恼 还要运用身上的气脉 敏点的这个乐去超越烦恼 所以大家你要灭除烦恼 不是说我用阴压的 我没有烦恼 我也没有烦恼 后来还是很有烦恼 对不对 你还要修气脉 还是要练气的 气脉呢 一通一打通的时候呢 好像 这个之前同盟说 上师那个法流的感觉 好像什么 你走去森林 对不对 2500还是3000尺高的森林 空气很好 全身的气脉很舒畅 有点接近到 这个Ionizer 负离子的SPA一样 空气的SPA一样 不只能这样跟你解释了 对不对 你那时候心情 是不是非常的好 好的不得了 今天呢 不要叫你去山上 你好好的练气 用练九诀佛风 就有这种SPA 练九诀佛风 练气就有森林SPA 好 所以呢 这个 所以一定要有善根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 在烦恼生气 自他互换 那你有没有修自他互换 干风力 有没有修自他互换 对不对 那以升起的慈悲心 来安慰鼓励他人 有能力便去帮助他人 对不对 那你就要讲说 师尊提到自他互换 自他互换 自他互换 就要加一个师尊提起 对不对 哇 你就是表示说 你是拿师尊的 那个语言 然后呢 你再去学习 再去练习的 好 那再来烦恼 师尊讲说 烦恼生气 那你除了用练气 生气的大乐 可以灭除烦恼 师尊还教你什么 要有这个 这个无常的心 对不对 你愿意离临终的时候 带着烦恼而往生吗 这个问你 对不对 今天呢 很烦恼 很烦恼 这个谁对不起我 谁都不听我的话 叫他这样 他就偏偏那样 越想越生气 但是呢 这个气 有时候压不过来 真的是 有时候气起来 真的是很难过 有时候呢 师尊讲 他讲说无常 对不对 你死掉了 还有什么烦恼呢 再来 你愿意临终的时候 带着烦恼而往生吗 你问你自己一下 这个就是无常观 临终的观 所以呢 师尊讲 过去的烦恼 已经随他去 那是过去的 现在的烦恼 就随他去 对不对 未来的 你不要担心 所以很简单的道理 那这个 现在心 过去心 未来心 那烦恼都是会过去的 都对 那这个 师尊讲 开示这个是 1999年 有人讲 2000年 世界末日了 师尊讲 世界末日 正好太棒了 因为 一切烦恼 都没有了 对 所以呢 不用为未来而担心 那 都对 我看到你很讨厌 你看到我也很讨厌 你骂我 我也骂你 都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 也不会谁有钱 谁没有钱 谁有病 谁没有病 一切归于大空话 阿弥陀的极乐世界 一切 无所谓 天底下 根本就 没有什么事情 哇 师尊在讲 看看名誉 我们都喜欢 自己的名声 名誉 每个人都喜欢 保护自己 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 但是呢 师尊讲 名誉算老几 混沌太空时代 哪里有什么名誉 都对 在月球有什么名誉 在地球什么名誉 师尊讲 以后他移民到月球 名誉是无形的东西 师尊最后讲 只要一心学佛 一心不乱 你众所有的善根因缘 不管他名誉好不好 名誉关我什么事 人家骂卢师尊 卢师尊是你吗 No 我不是卢师尊 连生活佛是你吗 No 我不是连生活佛 那你是谁 想一想 你是谁 就是要你想 你到底是谁 你想通了 就开悟了 欧玛丽 卢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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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你所想的 你体悟的 你每天都要做到 就是说 这个目标是对的 对不对 师尊开示的 种种的 诸法无我 无相 大乐 空 这些都是对的 你讲的也都是对的 但是你要加上 师尊开示讲的 我正在学习 你学习一次两次 经历过无常 一次两次 我觉得仍然不够多 像我在前几年 我还生病住院了 我能够讲 我就是已经正不体会到 无常吗 我不敢保证 因为讨厌要一直 也不能讲自己 考验一直来 你一直要通过这些考验 如果你没有通过考验 没有一直通过考验 谁都不能保证 也许我临终之前 对不对 我这个壳在脱离之前 我也不敢保证 对不对 谁都没有办法保证 我们以师尊 开悟的证悟的 为金句 然后大家一起 比较谦虚的心来学习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这个谁 彩娟 感恩师尊基地的开示 辛劳写作度重 时常记住无常 行住坐卧离不开 得失要平常心看待 对不对 这就是师尊的开示 我们以师尊的开示为主 所以我们以清虚的心 也不要再去教训别人 或者要求别人 以自他同理心 你真的 你要站在那种 当你伤痛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想起 你伤痛的时候 你在看别人的伤痛 就会觉得那不关你的事 你会觉得说 哎呀好辛苦 他这个正在经历过 你过去所经历的 然后呢 你会更加的 希望他能够走出伤痛 对不对 哇这个谁写 解脱道的福会圆满 哼天对不对 解脱道的福会圆满 就能无我吧 那你就看解脱道的口诀哦 好 节目最后 记住哦 我们硬气 一如表里合一 我们来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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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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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星期二一起空中在